揭秘阿娇张柏志丑闻缠身反而还爆红的原因。 说到娱乐圈啊,最不缺的就是新闻,各种各样的新闻都有,尤其是负面新闻应有尽有。 有的明星因为这些负面新闻,不是隐退娱乐圈,反而还因此人气暴涨。 越负面越引人仿佛变身演艺前规则,丑闻明星,问题报道成了最赚眼球的元素。 1. 陈关希 陈关希,Edison Shen,1980年10月7日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歌手、演员、多媒体公司Clot Media Division的行政总裁,2004年创立Clot,是时装店Juice的老板。 2000年在乐坛出道,发行过多张专辑。 1. 燕找门事件后,陈关希在舆论的狂轰滥炸下,被迫退出娱乐圈。 1. 但是,这个花花公子从未从娱乐大众的视线中消失,不仅身边美女不断,还有富婆愿意出钱包养,真可谓艳福不浅。 1. 而她谋求付出的心思也却从没有断过。 1. 先是走迂回路线,代言牛仔裤,后又与知名服装品牌合作出了一个类似品牌代言主题曲的单曲,直到今年1月份,正使出音乐专辑,宣告全面付出娱乐圈。 2. 阿娇 中心童, Jillian Chung,一名阿娇,1981年1月21日出生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香港女歌手、演员、华语女子演唱组合TWINS成员之一。 2. 两千年签约英皇娱乐公司,与蔡卓妍组成演唱组合TWINS,一格取名爱案恋补习社出道,进入演艺圈。 2. 说到阿娇,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当年与陈冠希的燕门照事件吧。 3. 即使是发生了燕照门,阿娇的容貌以及气质还是在同龄女星中是数得着的。 3. 而再也不用在镜头前维持清纯形象,好像芭比娃娃的阿娇,如今的戏录倒是因为燕照门宽了不少。 3. 张柏芝 张柏芝,香港TWB当家花旦,歌手,1980年5月24日出生于中国香港。 4. 1998年,出演首部电影《喜剧之狼一炮而红,成为90年代末期的一代与女掌门人。 5. 张柏芝复出了,而且很强势,片约不断。 5. 其实女明星绝对没有必要害怕丑闻,只要有个不介意你过去的丈夫。 5. 看合你百年好合,什么都不怕。 5. 而生孩子也绝对不是女明星害怕失去在娱乐圈位置的理由,现如今,孩子生的越多,商业价值越大。 5. 娱乐圈辣妈市场大得很。 5. 阿萨。 5. 阿萨。 5. 蔡卓妍,查雷·扣尼,1982年11月22日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香港歌手、演员。 5. 2002年,签约英皇娱乐集团经纪公司,成为香港女子歌唱组和TWINS成员。 5. 2007年,凭借电影《戏王之王》一曲夺得当年第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子金奖最佳女主角与最受欢迎女演员。 5. TWINS可谓祸不单行,在阿娇被艳照门弄的事业一落千丈之际,阿萨一个人在娱乐圈单打独斗,不久就被港媒爆出阿萨单飞压力大,每天黑脸一对媒体。 5. 不过闹了半天,阿萨的黑脸是源自于婚姻不顺。 5. 和郑中基的隐婚可谓瞒天过海,就连最狗仔的港媒都没挖出来,最后还是靠阿萨密友出卖爆料给杂志社,才得知阿萨早已围过他人妇,并且还早已离婚了。 5. 依能静 依能静,本名吴静怡,1969年3月4日出生于台湾台北,祖籍山东济南,中国台湾歌手、演员。 1987年发行首张音乐专辑《由我由你进入娱乐圈》。 1988年凭借19岁的最后一天走红。 2008年娱乐圈最轰动的两大丑闻《飞燕照门》和《牵手门》莫属了,《牵手门》后,依能静虽然头上定一项最不守妇道女人的帽子,但她照样活跃在不同挣钱的场合。 出唱费也是比很多一线女星还要高得多。 6.周杰 周杰,1970年8月5日出生于陕西西安,中国内地男演员,国家话剧院演员。 1992年出演电影《软凌玉》正式出道,1997年出演电视剧《还珠格格》而大受欢迎,2000年主演古装探案剧《少年包青天》,2006年成立北京杰出制作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成立周杰工作室。 。 2013年導演讲 其实,从2004年林新如在康熙来了中保出男演员在吻戏中强行蛇吻的蛇吻门之后,周杰就负面新闻不断。 再打人,出车祸肇事逃逸,让周杰的形象一直在大憋。 然而没有料到的是 因为车祸门的事件让周杰反倒活起来了 还有网友戏谑 周杰虽然丑闻缠身 但绝对不差钱 7.张韶涵 张韶涵 1982年1月19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桃园县 中国台湾女歌手、演员 毕业于加拿大温斯顿爵士丘吉尔中等学校 2001年张韶涵签约服帽唱片 而后主演偶像剧MVP情人 正式进入娱乐圈 2003年主演偶像剧海豚湾恋人走红 张韶涵自从出道以来 飞门跟她好像绝缘了 但是饰演上依旧如火如荼 但是没有想到让张韶涵出现丑闻的 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妈妈 说张韶涵不孝顺 而且还吸毒 带坏自己弟弟妹妹 一时间让张韶涵的形象瘦碎大爹